市场传出了日本可能会调降明年太阳能发电固定收购的价格 导致太阳能产业后市出现了疑虑 不过国内太阳能业者表示各国现在都在陆续降低对于太阳能的补助 即便日本调降了收购价格 但是相对来说价格还是高于其他的地区 还是具有吸引力的